所以就是一根掉了 它会有25次再长出来 对 25次 完了就是 没了完了 就是没办法长了 正所谓压力越大 头发越少 现在我们都市人面对的问题 不外乎就是 头发变得干枯稀疏 发际线悄悄地往后移 甚至会面临 脱发的问题 也越来越年轻化 那我们常常说 头发是我们展现自我个人魅力 非常重要的一环 怎么可以忽视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了 云南剑发中心 来学习剑发之道 那现在在我身边 就有云南剑发中心的 护发专家Elene 来为我们解答迷思 Elene 你好 你好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护发 怎么护发呢 应该就是在家里 把头发洗干净 然后要用冻水 做下头发这样就可以了 是这样子的吗 其实不是的 其实我们护发是需要来治健康的头皮 所以我们就需要了解自己的头皮性质 然后再选适合自己的产品 那怎么说了解性质跟选适合的产品 当然你用错产品的话 可能你会有 头皮屑油脂 油力过多导致到阻塞毛孔 而导致到脱发 那一般像我们想说头发保养 不用这么麻烦 去到护发中心这样子 可能我们就在发廊就解决了 那在发廊的那个护发的调理的部分 跟现在在这边专业的护发中心 有什么差别 其实我们这里的护发的话是 我们会进行一个扫描 然后了解顾客的身体状况 然后再帮助他们调理回来 然后再安排适合的那个草药成分 让他可以唤醒他的头皮细胞 很多人都是因为有问题 才来找专家的吗 不是的 其实护发是终身保养的 就可能有一些人会提早 还没有有头发状况就保养 有一些人就头发已经开始出现问题 有朋友 家人 跟他说他比起年轻的时候少了 他就会来找我们了解头皮的状况 那我们怎么决定 因为一般上可能我们洗澡的时候 都会掉发十几二十条 或者是你梳头发 再催头发 女生地上一大堆头发 那怎么去确定自己是有这个头发问题 其实护肠我们的头发是有寿命的 三到五年可以维持 可是我们的那个细节只是有25个 所以通常假如你大量掉发的话 你就要注意你的发量是那些短短小小的 还是那一种比较成熟的头发 所以假如短短小小的 可能会导致到你的那个循环走到更快 所以就是如果有宝质长出来是好的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长得出宝质吗 那要怎么办呢 怎么去促进这一个头发的生长 其实通常我们是用100%的草药 主要成分是人参 帮助它活跃细胞 激活细胞 让它有新生的那种小头发长出来 我们现在讲说可能脱发的问题 也越来越年轻化 最年轻的会有几岁呢 20多 30多 其实我们最年轻的顾客 10多 20岁都是有的 10多 20多岁就可能会有掉发的问题 因为现代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还有我们经常城市人都会有熬夜的状况 所以都是会导致到我们的头皮不健康 然后导致到脱发 提早脱发 那比如说现在疫情 大家就比较常在家 可能也不想外出这么多 那在家到底要怎么保养 才可以减低脱发的问题呢 其实在家跟来这边做治疗 我们也是可以安排一样的那个草药成分 磨成精华 然后再给你们带回去 我们都会每一个星期跟你们合作 好 今天非常感谢Elene 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想要拥有一头漂亮 靓丽 健康的发丝的话呢 就一定要定时护理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大家收看 也非常谢谢Elene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